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今天是5月16号 朋友们好 我是江峰 在中国大陆有一部老片子 电影《红日》 故事讲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国共内战时期的1947年 共产党军队在山东孟良顾这个地方 和国民党74整编师发生了一场战斗 电影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要活捉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张灵甫 这电影描述成魔头一般的张灵甫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手上究竟沾满了谁的血 1903年 张灵甫出生在陕西的农民家庭 少年张灵甫爱写字 爱画画 尝到西安文庙去临摹 唐代书法家卑帖 他的陕西老乡 书法大家辛亥革命老臣余佑任 看到张灵甫的书法之后激动的大白胡子直斗 哇呀呀呀 奇才奇才 在上个世纪初 中国文有北大 武有黄浦 这张灵甫两间大学他都沾了 他是先进的北大历史系 后来投笔从容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是地道的文武全才 23岁张灵甫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的随军北伐作战英勇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932年 苏维埃领导人张国焘领导的红军 在厄狱晚搞土改 搞肃反 绑飘大户 又杀各地乡绅 又杀自己的同志 唯患一方 张灵甫率步进脚 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红七师 红二十师 因此也跟中共结下了深仇 战后 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 为共产党的小舅子偷军事文件 憤而杀妻 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版本 来自张灵甫的老上级王耀武 他有个人事处长叫吴立天 写了一个回忆录 因为这吴立天跟张灵甫共过世嘛 所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不是有些可信度呢 但是这个吴立天国共内战投降了中共 咱们知道中共三反五反那手段 人敢说真话吗 中共军事采用他的文字 就让人很怀疑了 他说张灵甫是因为妻子偷情杀的人 还说当时年轻的妻子要下地割韭菜 给张灵甫包饺子吃 张灵甫拔枪在菜地里杀害的妻子 他是想把这个事说得活灵活现的 结果说着把这个事还说露馅儿了 张灵甫杀妻案发生在1935年深冬的西安古城 陕西的朋友有 大冬天的陕西 你哪块地里给我长出韭菜来的 张灵甫是国军的完美战神 把他弄成小赌鸡肠 为了女人杀人 直接丑化 很符合中共建政后的要求和他的一贯做法 其实张灵甫的上司胡宗南 当时已经把这事搞清楚了 没有处分他 最后怎么弄出来一个八卦消息说 中央军团长古城杀妻 你看这题目起的 谁策划的呢 丢了东北的张学良的妻子余凤芝策划的 张学良在西北中央军打中共 张学良跟中共按通款去 一下子能干掉中央军最能打仗的团长 太合算了 胡宗南后来是保不住张灵甫了 蒋介石要他把张灵甫送南京审判 于是胡宗南说 我也不绑 也不压缩 还替他打保票 说张灵甫是个真汉子 有意捷 让他自己去南京自首 人要跑了 我来担责任 于是张灵甫是自己走到南京 去接受审判 入狱 虽然后来说判死刑 不到一年 张灵甫就被释放了 这个时间点我们看 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 大批原来的有问题的 坐在牢里面的那些国民党将领 戴罪立功 接到特赦令 放出来之前提前放掉的 从这点看出 张灵甫不是另外一种传说 说蒋介石因为爱财 因为要打仗 因为对黄埔军校嫡系私心放的张灵甫 不是 而是国民政府的确是澄清了 张灵甫杀其事件中有中共间谍的情节 杀人事出有因 把他放了 张灵甫出狱后 率部奔赴松湖战场 1938年武汉保卫战打响 他所在的74军参加了著名的万家岭战役 他们的对手是松浦春六郎中将率领的 日军第1060团 日军发现他们陷入万家岭薛岳将军的口袋阵里面了 我要不撤 就通通死了死了的了 日军开始迅速回撤 这个时候能不能守住张古山就成了战役胜利的关键 张灵甫胆气冲天 亲自带领手下 出骑兵从山后绝壁攀原突袭占领了张古山 如果无法突破这个阵地 日军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苏莱以顽强彪悍处成的日军 以飞机重炮攻击仕途 从张灵甫手中拿下张古山 结果更加顽强的张灵甫 当时生动弹片多处仍然率部死战 牢牢控制阵地 把这个口袋扎得是紧紧的 日军第106师团仅仅最后是跑掉了1500人 一个完整师团被全歼 74军一战成名 从此成为国军主力之一 到了抗战结束 张灵甫被称为常盛将军升任74军中将军长 对一个军人功勋最大的认可 来自他的敌人 8年抗战从松户会战开始 张灵甫大小战役过百 参与正面战场所有大型会战 杀敌无数 被日本人称为 中国第一恐怖军长 日本人不好学中文吗 张灵甫的名字中间有一个灵魂的灵字 他们对这特别恐惧 觉得他简直是战神在世 有神灵保佑 你知道吗 当时周恩来都组织中共的逼杆子 郭墨洛、田汉 跑去采访 为74军创作文艺作品 一时间74军、抗日铁军和张灵甫的美名 扬天下 抗战结束后 国民政府准备搞建设 开始大量的裁撤军队 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 而在8年抗战中 中共军队根据毛泽东七分发展 两分应付 一分抗日的总方针 养得肥肥的 张灵甫当时告诫部下说 汉贼不两立 国共不并存 努力战备挽救民族 切勿为匪谍谎言所误 果然没多久 中共军队突然出击 东北、华北、华东去抢夺地盘 内战爆发 1946年7月 74师被调至苏北前线 不到半年 他击破了中共华东野战军多个主力纵队 进军山东 张灵甫一路胜利突进 危险 也慢慢靠近了 两年前 中共还宣传说74师这支抗日铁军 现在呀 陈毅就下了赌注要扳倒74师 要说论硬碰硬作战 作战勇敢智慧 陈毅还真的扳不动张灵甫 然而中共有自己特殊的基因 特殊的办法 能撼动大英雄 来自蒋介石身边的亲信 南京中山林美林宫高挂着一幅作战地图 蒋介石经常把亲信军臣这个军政大员 招到这个绝密的小型会议室里 不幸的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竟然埋藏着中共地下党员 掌握着最高军事机密 咱们知道要有这么样一位人物出现的 一位就足以让74师走向失败了 而当时国军最高决策者当中 有三位大人物同时启动 最后让张灵甫走入绝境 韩炼成 中共建政后官拜兰州军区副司令 因为在中原大战当中救过蒋介石一命 后来就在蒋介石的侍从事 担任中将侍从参谋 深得信任 实际上韩炼成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内线 他拿着陈毅那个中共华东局替他写的情报分析 去给蒋介石看 说这是咱们搞的情报分析 引导蒋介石对整个山东局势的判断 让张灵甫开始走向不归路 当时陈毅打了胜仗 韩炼成还写一首诗 恭喜陈毅说 我欲贺军 君贺我 辉煌战国赖中央 国民党当中这种半公开的 直接出卖国家权益的地下党很多 直到今天的这个状况 也没多少好转 刘斐 又来一个了 参谋次长 中共早期地下党员 这参谋次长干什么呢 制定作战计划的 直接把张灵甫的机械化部队送入丘陵密布的 鲁南山区 这到处都是岩石 很难构筑攻势的 优势的美式装备反而成了负担 张灵甫在行军的时候已经是很无奈了 他说 我是重装备部队 如果在平原作战炮火发挥威力 陈毅二三十万人都来打我 我也力能对付 现在破我进入山区作战 等于牵大水牛上石头山 是要我死呀 第三个人物 国防部第三厅就是作战厅的中将厅长郭汝归 中共南方区副书记董毕武指定的单线联系人 你瞅 都有来头 1947年的5月12日下午 郭汝归到美林宫接受蒋介石对山东战场的 国民党军的重大部署 拿回家里面就把这情报给交出去了 第二天 张灵甫被20万共军包围 四天后 历史上的今天 1947年5月16号 孟良故战役结束 抗日铁军74师 全军覆没 张灵甫战死 关于张灵甫如何死的 中共方面有说手榴弹炸死 乱枪打死 投降后被苦大仇深的干部打死的说法 国军方面以自杀成人的说法为主 无论哪一种结果 咱们光从这个战后双方的电报 就对张灵甫的死因不断的纠正 都可以想见 当时的战况有多么的惨烈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国共双方战士都记录了 那就是孟良故战役的枪声 刚刚稀疏下来 孟良故上空是一声炸雷 暴雨倾盆 那是老天爷在为这支中华民族的抗日铁军 风云变色 哀痛不已 多少年后参加过孟良故战役的中共军头 对七十四师还是心有一计 他们说 七十四师太能打了 就算是败局已定 他们也会坚持下去 张灵甫一共有四次婚姻 最后一任妻子王玉玲 在张灵甫去世的时候才19岁 儿子张道宇才刚刚满月 从来没有见过爸爸 2013年 王玉玲85岁 有记者问他 如果有来生 你还会选择张灵甫吗 对于这个问题 他想了很久 最后慢慢说 应该会 因为我欣赏正直的人 欣赏能坚持理想的人 历史上的今天 张灵甫战死孟良故 别去徒劳的抹黑 英雄倒下的一刻 人们心中 已经立起了封碑